真是这个世界上是非常一种 这个日本人的自动性恋吧 尤其是在汉地那个 我觉得是这个杀身为 杀身为这个快乐的印 就是这种看法呢 就是对这个动作 结实的很符合 就是很符合 那么这种这个做法的话 是非常愚笨 就是是非常不淫理的 就是究竟是不淫理的 究竟不淫理的 因此这样的这个罪业的话呢 当然是我们这个 现在眼前的话 都是不一定能见得到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罪业呢 就是并没有这个严谨 能所见到的色相 就是因此不一定见到 但是他的这个罪业呢 就是我们这个拜议经当中 所讲的哪样 就是这个经过拜年一次 经过一百个戒业 是不会那个就是嗜好的 就是也不会嗜好的 或者呢 就是工作当中所讲的哪样 就是暂时呢 这个罪业的 这个暂时的这个英国呢 就不一定能见见 但是呢 他一直是就就像自己的生意一样 就是跟随着自己 因此说呢 就是像这样 这个造罪业的印的 就非常愚本的人 就这关这个眼前的 而不知道是自己这个 来世和祭祀当中的 这个非常剧烈痛苦的这种人呢 啊 真是这个非常愚本啊 就真是非常愚本 就是一不淫灵的意思 他这里比如说有一个人呢 就是他自己的身边呢 就是有一个呃就是远横的敌人吧 就是他自己呢 就是根本的不发觉 就是没有发觉 还认为呢 就只是他的很那个好的一个朋友 实际上呢 他的这个所作作为 就是一切这个行为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人经常造各种损害的事情呢 那么这样 只不过是自己没有发觉 但没有发觉的时候呢 你认为是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就是天天都是非常热情 很这个热情的这个招待他 期待他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一不一年呢 就是一点都不一年 只不过是你没有发觉 而实际上是他天天都害你的 就是应该是你对他呢 就是有个出眼之心 不应该有这个亲热之心 但是实际上的愚痴的这些众生的话呢 根本不知道 就是自己呢 就是觉得好像是精进言前的 这个相似的暗论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很究竟的 然后永远的这种痛苦的因呢 就正在造呢 就这一点 就是没有一点任何这个定解 就是没有任何那种这个这个心物吧 就因此说呢 就是通过这种比喻呢 就是我们也应该知道 就是端在的这个人生呢 就是端在的这个人生呢 就是最好是不要这个造恶业 就是一造恶业呢 就是或者这个生命的延藏的话呢 那这是一点意义的是没有的 不如呢 就是造恶业离开来人间的话 是有很大的意义 就这个意思 嗯 下面呢 就是讲那个第三个问题吧 就是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陈其党 本来无有事想等等啊 就是这个问题 嗯 这个呢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时间上的人们呢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的 他们说是这个求安乐呢 就是应该是存在 如果安乐不存在的话呢 比如说是我们有些人呢 租路 租路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很累 就是干脆我这个骑马 或者呢 就是乘车 或者呢 就是乘飞机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乘气呢 成为是这个安乐和硬 甚至很多人也是这样吧 我抓不到车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今天我造的车很好 很好的 就是让我这个呃 什么就是现在很多牧民也是有这种吧 就是现在我走路飞中的困难 就是我还是骑着牦牛哈 骑着妈哈 啊 昨天昨天的事情天 就是我看见就是两个母童吧 就是他们就是骑着两个牦牛 就是两个牦牛呢 就是往后面跑 就是然后他们那就是特别特别生气 用这个什么那个孙子来开始打他 就是当时我想到大爷们全球里面的那个 他们都是好像是没有那个厂的那个边 边边边吧 但是呢 还是那个用那个孙子来就是很恨的打着他 所以他们这个骑着这些陈其的母体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暗的 所以有些人呢 也是这样真美的 我走路的话是很痛苦的 如果骑马多吃的话呢 还是很快乐的 就是一村间就到了 啊 一村间就到了 就这样的话呢 这个陈其和 呃 尤其是现在这个科学这个技术发达的时候呢 就是也有很多比较先进的 这个陈其方面的这个一些那个设备吧 那么这方面这些呢 就实际上是最快的 最好的就是 这是这个人们按来的印啊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在背的 但这种说法呢 就是也肯定是不对的 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如人欲成且 安乐非常非很长 呃 若作无法且 必和何正当 他这里说那个 那个世界上的这些人们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预测吧 你呢 把那个 比如说是这个 人们呢 就是对这些陈其吧 就像是大象啊 菊马 或者是这个现在的火车 汽车 飞机 你可不可以说陈其 可以啊 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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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是这样的 呃 就是这样这个陈其 登当 就是像陈其当 这个所有的这些呃 就是认为是安乐的话呢 就是那这是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这个认为是安乐的话呢 就是这是不对的 就是为什么不对呢 就是因为 呃 依靠这个陈其的这种安乐呢 就是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长的 那就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这样认为吧 就依靠陈其的这种安乐 很长的是没有的 但是呢 就是好像有一个安乐 但是有安乐的话呢 就实际上也是用中管的推理方法的话 不引领的 为什么不引领呢 因为那个 它本来的是就是一边这个安乐的 只是没有的 如果有安乐的话呢 就是它可以这个永远的就是很长啊 就是很长 因为它在这内面呢 主要是破了一个自性的安乐 自性的自从安乐的话呢 现在一定也是在陈其上面是找不到的 就是嗯 这个安乐呢 就是就是肥很长啊 就是安乐肥很长 意思就是说的 这个陈其和这个因是啊 或者是人们就是中绝对是很多这个因缘呢 就是作为是一个安乐的因 那么这些这个实际上是并没有没有这个安乐 就是本来不是很长的 本来不是很长的 为什么不是很长呢 因为那个啊 这个依靠这些陈其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相熟它 我们这个适用它 我们适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就增长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啊 增长了很多痛苦的痛 如果这个增长很多痛苦 从这种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退策 可以怎么退策呢 就是最初的时候是 它肯定是没有正式的这个安乐的心 那么啊就是一定会是有这个痛苦的 有痛苦的 如果这个追求的时候有安乐的话呢 就是最后为什么是不成长的 那么这些这个陈其呢 就是我们知道是它这个追求的时候 是一定是有这个痛苦的本性 不然的话呢 就是最后也是不可能是增长的 我刚才也所没有说 就是说这个人们这个陈其当安乐这个非恒恒 对这个陈其啊 就陈其认为是安乐的话呢 就是是不对的 就是他的这个安乐呢 就是没有这个恒恒的 然后若处无法解 彼后何证着 那么这个陈其这些呢 就是痛苦是有的 就是安乐是没有的 那么痛苦肯定有 为什么呢 若处无法解 如果这个追求的时候痛苦呢 就是没有法解 那么随处的时候痛苦的根源没有法解的话呢 那么最后呢 为什么是增长 就是说明呢 就是这个陈其这些呢 就是安乐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说 就是安乐肯定没有的 就是恒恒的安乐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这个先念也好 必念也好就是得不到 但是这个痛苦呢 就是肯定是有的 痛苦为什么有呢 因为这个依靠这些陈其的话呢 就是最后会增长痛苦的 会增长痛苦的 因此说呢 就是陈其呢 确实是一世吧 就是人们在这个相树这些 这个陈其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是那个痛苦呢 就是后面是会增长的 如果最初的时候是没有一点这个 这个痛苦的话呢 这个中间也不会有的 最后也是是不会有的 就是最后也是不会有的 因此说呢 他这里说是那个 就是痛苦 这个因为最初增长的缘故呢 就是他这个痛苦呢 就是肯定是有的 就肯定是有的 我们现在这个先念当中也是 可以能看得出来吧 比如说 有些人呢 就是 就是依靠这些这个平马 或者是依靠这些那个 车吧 就是车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 也有很多的这种痛苦吧 不是我前一段时间说了吧 就是说是那个 我们那个瘦大县的 县位的这个车都已经办了嘛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那个道夫 道夫的话呢 那么这个后来都是 他们那个里面有些人是了 有些人 有些人还没有这个舒畅吧 但是重要而言 如果他的这个最初的事实是 是暗了的话呢 就是最后那个 翻车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不会产生的 就不会产生 所以最后呢 就是产生那个翻车的这种痛苦 增长的缘故呢 就是他最初的事实呢 也肯定有个痛苦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们那个 呃看实体的那个叫什么 在住在巨石林里面 就是他好像是 五六个月的那个 看实体的那个费用呢 就是全部就是 呃 买了一瓶骂 就是说是五千块钱 还是一万块钱 就是买了一瓶骂 后来呢 就是被别人吐了 就是他还是这个很痛苦的 就是说他如果这个骂上面 是最初的又暗了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时候 就是这些就暗了增长 就是不会这个痛苦增长 但是因为这个 他的这个成奇呢 就是只有最初的时候 是又暗了 就是又有痛苦 又痛苦的缘故呢 就是最后也是增长的啊 就是嗯 如果这个最初的时候 是没有发气 就是发气呢 就是他真正没有这个开始 没有这个 呃怎么说啊 就是这个呃痛苦呢 就是没有这个呃 如果他的这个呃这个工作 或者是他呢 就是如果开头是没有的话呢 那这个最后呢 就是怎么回事增长啊 就是怎么回事增长 因此那个呃啊 从祖就是祖中后吧 就是祖中后三个方面呢 讲就是这些成奇呢 只有痛苦 就是没有啊快乐 这一点人道啊 也是在说了 就是人道啊 他的这个讲义当中 人道啊 在那个祖书里面呢 也是说了 他说那个这个成奇呢 就是祖中后 为神痛苦 所以呢 就是没有这个稍息暗了啊 就是没有稍息暗了啊 就是没有稍息暗了啊 还有那个呃 就是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这么讲 一方面的话呢 这个成奇这些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自行啊 就是如果有稍微自行的话呢 就是拿他的这个自行的暗了 呃 没有这个自行的暗了 如果有稍微自行的暗了的话呢 那他的暗了是不会退的 因此那个约成仑斯也是在呃 就是也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是那个成奇呢 就是如果稍有自行的乐啊 就是成奇这些 就是像这个成奇当当 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些 如果稍有自行的乐的话呢 那么这个总不称苦 就是始终是不会称苦的 但是呢 实际上是也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呃 自行就是呃 无有变化啊 就是自行的这种乐呢 就是不应该有变化 但是呢 也实际上是也并不是这样的吧 就是因为他这个没有乐的自行的缘故呢 就是他呢 在这个呃 这个依靠成奇的这种暗了呢 就是一会儿就变了 然而这个依靠成奇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随时都是这个能可以造来啊 就是所以说用这种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也知道是呃 知道是什么 就是知道是这个痛苦呢 就是是不是这个很长的 应该人们呢 就是因为这个依靠成奇呢 就是获得暗了 这一点也是一种一次的电脑 实际上的人们都是又是有这样做的啊 现在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汽车嘛 就是乡书啊 我们这个今天轻着这个车啊 我今天设到去就是买鸡蛋去了 后来的时候都是照达车 就是啊 就路上都是钱都是没有要这个师傅 还是很慈悲的就是 我首先好像他给我想要七块钱 就是后来我就给他说谢谢 谢谢谢谢 就是后来一会儿就我都价值 就是他不给我没有给要钱呢 就是这这也是很快乐的啊 就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是最终这个快乐 也是是啊 就是在不在这个成奇上面 就是如果成奇上是真正的自信的快乐存在的话 这永远也是不能可以的啊 他这里必须呢 就是有些那个欲佛吧 就是有些欲佛呢 就是像这个银涌 欲也睡 但是意义是呢 就是制作为是一种这个出饥饿的一种好的因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他根本出不了就是自己饥饿的这种痛苦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认为 依靠这些这个称奇呢 就是让遣住自己的这种痛苦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他根本遣住不了自己的痛苦 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痛苦而已 就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这样 也随时的词文当中是不是很明显的 好像有两种 但是这个词文当中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几个 就是个 像那个呃 就世界上的词文呢 就是被暂时的这个熄灭的痛苦 也是认为是这个快乐的 这也是是不对的啊 就是就是这是暂时这个停止的 暂时停止的这种痛苦呢 你就不能认为是真正已经断除了这个痛苦了 呃 先问呢 就是可以怎么讲吧 就是实际上的有些人们呢 就是通过这个对着 通过对着呢 就是然后就是把这个痛苦呢 就是已经这个消除了 消除以后的话呢 就是自己绝对是在从中获得了这个很殊胜的暗乐吧 就有些人也是这么认为吧 就是我就把这个自己的痛苦呢 就是痛苦种种方法来 然后就是对着完呢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 就是从从这个从自己以后呢 一直这个相处很殊胜的快乐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呢 也是是不对的 实际上是这也是是一种暂时的这个尖骚而已 实际上还没有能完全解决你的痛苦 他这里讲 如有悦尽其涂而生欢喜 遏偷甚欢喜 如是也致苦 由亡四为乐 他这里就是说是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有些人呢 就是这个对这个 在经浅里面吧 在经浅里面就是遏偷 在经浅里面遏偷的时候 就生起欢喜性 同样的道理就是 已经对治了自己的痛苦的时候呢 他就认为是我现在很快乐的 但是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他这里就是也可以逛着吧 实际上的有些人们呢 就是好像对这个 他是一种比喻来说明的 比如说有些这个富翁吧 就是有些富贵的人 有些富贵的人呢 就是他还是这个生病了 就是他可能吃饭的时候 什么有主意啊 或者是吃那个 吃什么吃牛肉吃多了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呢 就是他就开始那个 就凹凸吧 是吧 凹凸的时候呢 就是他还是很有钱的 人家也是说是 也如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 咱们当中不会有吧 就是有钱的人 世间上的这种说法 也可以这么说吧 有钱的人呢 就是他对这个 就是金子或者是银子 金子吧 就是宋词里面说是金子 在金子的这个盘里面呢 就是开始那个就是凹凸 这时候呢 他知道是旁边呢 就是也很贫穷的人呢 也是正在拿肚子 就是哇哇 然后他一看到这个贫穷的人呢 只有一个那个突起里面 就是呃就是凹凸 就是啊 但是那个富贵的人呢 就是心里是 哎我还是很了不起啊 就是一边说哇 一边就认为自己呢 很了不起啊 就是因为我现在你看我这个呃 跟那个贫穷的人根本不像 就是我现在那个图的那个 什么这个呃 什么就是凹凸的那个运气 也是实际上是这个存情 就是是24颗的那个存情 就是说一说我正是这个很有福报 有什么福报啊 你自己贫穷那么年重 你还想是什么 那他认为这个信众呢 就是决定说我的这个财数 我的呃 这个呃 怎么说啊 就是福报都是很不错的 认为是自己是很了不起的 他呢 就是深情换习性 那么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对质方法来 就是自己的这个裤呢 就是暂时已经对质了 暂时已经对质的话呢 实际上是呃 就是当时呢 就是自己人类子啊 现在我的这个裤已经只能建造了 已经没有了啊 就是已经没有了 但实际上呢 就是真正啊 除了有些德地的菩萨 是通过这个修正来真正对质的话呢 这可以说是已经这个完全断除他的吸气 就是这不足以在这个范围当中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 一般来就是暂时我们用压制的方式来 就是有一种对质吧 就是那么这种对质的话呢 比如说是我们那个 现在那个我就是特别那个 比如说痛啊 或者是我就吃药啊 就这暂时的对质 然后呢 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呃 到中午的时候没有吃饭呢 那就是特别恶大 是特别痛苦的时候呢 我就马上这个吃了一顿的话呢 那就是一会儿就就可以了 那么这也是是暂时的一种压制方法 那么这些压制方法呢 实际上是根本这个解决不了 你的几个本性的这种痛苦啊 已经这个可以了啊 就已经可以了 有些人都是这个心也是这样吧 就是非常痛苦的时候呢 本来你的这种心理的痛苦 都还没有能效果 但是呢 依靠一些其他的这个华语啊 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呢 就是暂时呢 就是自己压制自己的痛苦的时候 认为是啊 现在我的这个痛苦都全都没有了 从此以后 我是肯定是一个快乐的人啊 就是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这个还没有真正这个能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没有了 真正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么这一点呢 哎 就像是刚才那个就是呃 近期和那个突起的话呢 从那个就是近期的本质上面来说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差别 就没有任何差别 然而这个人也是是不应该对他这个盛情欢喜 因为你如果突的这个 这个奥特的那个气呢 就实际上是近期的话呢 会不会能减少你的痛苦呢 就一定也是不会这个减少你的痛苦 但是呢 人们有一个亡脸自作呢 就是认为是好像是自己呢 就是从蒙中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认为自己呢 已经获得了这个快乐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就是根本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 刚才也是这样吧 这个人是他那个身体欢喜 那就是他认为是啊 我这个很有福报的 我很有福报的 但是呢 他现在正在痛苦的什么呢 正在就是受那个凹土的痛苦 就是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他就根本没有这个能解决的 可是呢 他就另外一个角度呢 认为是啊 我现在很了不起 我是很古语啊 那么这种想法呢 是一个完全是这个错的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有时候 这个痛苦呢 就是暂时这个坚强的时候 自己人认为自己已经这个 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快乐啊 就是啊 就这种这个想法 就这种想法呢 就是完全就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 那个杰瑟姐的对加斯基的交易当中 在这里面也是有 还有那个对加斯基的交易吧 加斯基的交易里面 比喻呢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说是那个 比如说人们呢 就是非常这个天气酷热的时候呢 到了凉快的地方 到凉快的地方呢 本来的实际上是他就凉快的这种通俗呢 开始造俗 但是他都不认为 就是因为他前面的这个通俗呢 稍微坚强的时候 他认为是啊 这个凉快的地方是很快乐啊 就是有这样的觉得 然而然人们就是非常这个寒冷的时候呢 就是依靠这个就是射在太阳里面的时候 本来这个太阳的这种时日呢 就是也就是不断的就是造出痛苦 但是呢 他就认为是好像是我现在已经这个 甘肃呢 就是太阳的这种这个热的这种快乐吧 就是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颠倒的这个思维啊 就是颠倒的思维 就这一点也是实际不对的 然后这个约成伦师的那个自私当中 约成伦师的自私当中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避遇 这个避遇跟那个 不是约成伦师 是那个坑布阿琼的这个主持里面 坑布阿琼的主持里面的一个避遇呢 就是是这样的 比如说是遭受了那个某种的这个危害 就是精神电矿的人 那么最后呢 就是他就是又依靠一些弥祖师的这种方便方法吧 弥祖师呢 就是通过什么打击啊 他通过一些瑜伽心来就开始打击他 打击他的时候呢 他自己认为是能这个清净我的这个罪业 然后呢就愿意借助他的这种这个痛苦 愿意借助他的痛苦 这时候呢就是他就认为是马上能这个渐进我的痛苦呢 就是然后就是他愿意借助 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这个众生呢 就是认为自己所借助的这种痛苦 自己这个所感受的快乐呢 就是往往都是相反的 就是往往都是相反的 然后那个 就是约成伦师的指使和那个家族决的这个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比喻呢就是做成是以这个麻分啊 就是用麻分来这个比喻 用麻分来比喻的话呢 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是有点这个错了 就是这一点你们把那个家族里面也说一下 就是家族决和那个约成伦师的那个四百伦的注释里面呢 就是把上面就是我不是刚才前面讲那个 迷祖师的这个比喻呢 就是以麻分来这个做比喻 那么以麻分来做比喻的话是很难懂的 就是不好介绍 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文当中是大上 就是你跟你们说是大上 就是好像字都是完全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是康布尔阿琼的那个解释方法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然后那个家族决和族中人的知识当中呢 就是是有麻分的比喻 是不是这个在文上面的这个无所 就是以后的这个有些这个这方面就是专门研究 就是中观方面专门研究的人呢 希望这个好好的观察一下 就是观察一下 那么这里呢就是也应该这样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家族决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提了一下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有些人呢 认为是这个暗门呢 在明眼大中也是不存在 那么这是对不对呢 就是明眼当中也是不存在是对的 但是呢就是那明眼当中是不存在的话 是我们为什么是有暗门的执着呢 就这就是颠倒的这个相思 这就是颠倒的这个分别念 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说 明眼当中是暗门是存不存在呢 它通过先为暗门这个形象呢是存在的 真正的暗门呢不存在的 就像是我们的那个无常一样的 无常的话呢就是明眼当中常有是存不存在呢 常有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人们把它制作为是常有的东西的制作呢就可以存在的 比如说昨天的睡明天的睡 昨天的我今天的我 这是能够常有的一种分别念吧 这样的常有的分别念呢就是是在的 但是真正的常有的法存不存在呢就是不存在的 然后是明眼当中是这个苦存不存在呢就是苦应该是存在的 就像是无常一样的 然后这个暗门是存不存在呢 暗门不存在就像是把这个痛苦呢就是显现为暗了 就是痛苦那个视线你老人家视线为是诸佛菩萨的 所以痛苦你老人家视线为是暗门就是这是存在的 就是所以我们觉得在明眼当中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和空 然后这个苦和什么就是不敬啊就是这几个都是同行同当的 一切诸法呢就是是苦心的 一切诸法呢是无常的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佛境当中说是诸法这个无常 诸法这个苦心就是一切诸法都是辛苦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明眼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好理解吧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认为是很暗了呢 实际上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明眼当中也是有这么一个暗了存在了 就像是我们认为是啊一切法是这个常有的 就是你看昨天的珠子和今天的珠子都是实际上是这是红色的 就是这个是常有的东西啊 实际上是我制作的暗了和我制作的常有的这个东西呢 就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一定是是通过我们的一种这个呃就是理解吧 就是通过自己的理解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说是轮回借口啊 轮回借口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那个下面这个第五个问题吧 就是第五个问题呢说那个乐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呃 我们都没有自想的其他原因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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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窟不能成你室有之乐 可以这样吧 实际上是出大的痛苦 也不能成你乐的存在 前面的自己没有也可以吧 我们端出大窟 也不能成你乐的室有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生没有究竟压不苦的乐 一生没有的 没有好远吧 就是究竟压存的什么 什么雅虎无苦的乐 也可以这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也是这样认为乐 应该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挑一个东西 从邮件上换到坐件上 自己心里面也是产生很大的快乐 那么这不是已经快乐吗 这样说明是乐的本性是应该存在 如果乐的本性存在 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不管是邮件坐件 怎么换东西 也是不一定会是有这种乐的感觉 这一点是有自由 我们挑售的时候 也是这点邮件特别痛的时刻 反正坐件的时候是很舒服 有这种感觉 那么这说明是应该有快乐 就是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准的 就是除其灭以身 苦其耶和 古时论人说 我生灭见识苦 他整理说是最初的时刻 最初的时刻虽然产生了一种枯 就起来了 很小的一个枯 开始起足 那么这时候已经灭了前面的一个枯 前面的一个枯的枯的这种产生已经灭完了 那么这时候的枯其 就是这时候这样的枯的产生 为什么你自作为是乐呢 这个是下面的调单子的比喻来说明的话 就是非常好动 不然的话可能不是很好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们的现实当中 就是一种枯就是稍微渐灭 稍微渐灭的时候 另一种枯正在发生 正在发生的时候 人们还没有感觉到新的产生的枯 就是还没有感觉到 但是他认为是枯永远都已经灭完了 其实他对笑的枯正在产生 还没有能发觉 没有能发觉的时候 他认为是已经这个枯造就就没有了 但这是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对的 一个枯虽然是已经灭了 但是另外一个枯没有灭尽 而且正在发生 正在产生 这样的话三界人会当中是 出出都是枯的 这个枯呢就是很容易造的 就是你一个枯免完了 我和另外一个枯呢 就马上就起来了 只不过我们有些自己相继当中的 通俗的话呢 好像是自己不能发觉 就是没有发觉的时候 认为是现在我什么枯都没有了 就是说是你不要再给我讲枯了 就是我现在什么枯都没有了 就今天你就说我什么枯都没有 我看你在过两天买不到牛饭的时候 是你有没有过 哈哈哈 这是你有没有过两天买到这些论典的意义 这些论典的意义都一点的不思维就是 好像就是就隐屋 就是锁一锁就可以一样 就是就很简单 什么枯都没有了 是个你总的 是什么枯都没有了 是这样 这这样呢 就是实际上是不得的 因为另外一个枯子正在起来 就是你就怎么会是快乐呢 就是那么就在这里作者呢 就是古词论人说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作者就是伸天伦斯吧 就是他也是想的 他想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呢 已经说是这个生灭都市库 生灭都市库的这个内容呢 应该是知道这样的这个内容 就是他知道 他的密应该是知道是这样的 一个这个库呢 就是生起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库呢 灭了 然后另外一个库灭的时候呢 就是另外一个库呢 也正在这个产生 所以一切这个万事万物呢 就是也不理这个库的这种 这个范围吧 范围 因此说呢 我们这个工作的时候 也基本上是说完了 那么关注的时候 他自己家自家和别生菩萨 很多都是应用这个避遇 这个避遇呢 就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右肩上呢 就是担着那个税啊 或者是担着其他的这个重担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痛苦 尤其是时间比较长的话呢 你觉得是非常大的痛苦 然后呢 就是到了一定一层这个路的时候呢 你把那个油换到那个座箭上面 座箭上的时候呢 在此分之 虽然是有一个消消的这个痛苦正在发展 但是自己认为呢 好像轻松的斗了 就是这么一点的呃 这个不哭一样的 就是跳水的时候也是是这样的 就是然后邮件换座箭 座箭换邮件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般的不休息 就是一直从那个浪泉水 就是泡到自己的家里 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 说我现在这个哭都没有了 就是你看所见的哭又泡了 又见的哭又泡了 就现在我什么哭都没有了 很快了 就一边唱歌一边 不要这样 你自己是不认识 不认识而已 实际上呢 这个大哭呢 就是虽然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小小的哭呢 就是并没有解决 就是一直是正在这个气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你对这个新产生的这个哭呢 就是为什么是 就是产生去就认为是暗了呢 因为这个新产生的这个哭 只不过是你自己没有发觉而已 实际上呢 就正是这个有的 因此人们呢 这个在相续当中 是有些哭可能是不说很明显的 但是另一个哭呢 就是正在逼迫你 正在那个就是折磨你的 这时候的话呢 你就认为是啊 我这个现在很快乐的话 是实际上是也不一定 我怎么想的 就真正是有些大圆满的境界啊 或者是有一些大智慧的境界呢 一些这个修行当中的快乐的话呢 就是可以冷压着我们这个轮回的痛苦 因为呢 从很多父亲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吧 就是活得之中 真正的智慧呢 就是浪压着我们的痛苦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对峙的话呢 一般的这个事件的话呢 那这个这个痛苦是没办法对峙的 就是它是一个痛苦 也是连续另一个痛苦 就是另一个痛苦